1996-5232 1996-5232 沐民生命文化基金会 生命电视台让世界更美好 接下来请收看 佛心花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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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中流水偶然来 若圆俱善定有我 未得回时哪得回 那我们在禅师的这个诗中呢 感受到大自然万物的变化 自有取定律 万物沉住坏空 或者人生的荣辱得失 其实呢 其中都有它的因缘和合的各种原因 那也基于因为这样的种种原因 我们更需要借由不断的修行 来改变自己 那我们今天呢 来欣赏一下 我们所要创作的这个花器 那各位二花菩萨可以看到呢 在我的前面有一个 这样子方形的 非常大型的一个花器 这个花器其实它并不大 但是非常的厚重 因为呢 这个创作者本身呢 它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陶艺家 它喜欢创作这种豐厚有力的一种花器 那这个花器呢 呈现一种外方内圆 跟我们平常看到的 那个就是外面是圆的 内面是方的 是不一样的 蛮特殊的一个花器 那这个花器呢 它不只是可以用来做花器 在日常在天气很冷的时候 其实那个陶艺家设计 也可以用来做为熏火 那个煮茶的一个器皿 所以它有很多功能的一个用途 那我在上面注上水之后呢 那我用它来做今天的 斜井擦花的一个创作 好 那我们一边在擦的过程中 也来了解一下这个 斜井花 中华花艺斜井花的一些特色和因缘 那各位爱华菩萨也可以在这个花器中呢 也去感受到整个花器右舍的一个变化 因为我们都知道呢 其实一个器 花器不只是在形的美 或形的一个 它的一个特殊的地方 很重要就是 右舍的变化呢 常常也是考验 一个陶艺家的一个创作的功力 然后也是让花艺家呢 在做一个创作的时候 可以借由右舍的变化呢 可以有新的一个想象的空间 好 那今天呢 那我要使用的呢 是一个这样的一个芭蕉 那芭蕉呢 它是在夏天呢 特别的茂盛的一个花形 所以有椒科的植物呢 不管是梦幻椒 旅人椒 那甚至是黄莉鸟 那天堂鸟或者是彩虹鸟 这些椒类的这些花财呢 或者鸟科的这些植物呢 它在冬天都是生长特别慢 那相反的它在夏天的生长特别的快 所以呢 夏天是属于这个椒类的植物 特别容易生长的一个季节 好 那我再把它剪短一些些 因为它非常的粗壮 而且很浑厚有力 所以我把这一支椒呢 先把它做一个固定 好 我先把它移到中心点的地方 好 那我把这个 这个芭蕉呢 先把它固定在一个角落 好 那固定好了之后呢 接下来我再擦一些 就是芭蕉的叶子 那我们刚刚提到呢 就是芭蕉本身呢 我们说它一叶椒 则一叶梳 也就是说我们会感受到 各位阿菩萨现在可以看到 这个椒花本身呢 你看它这一叶是开始 就是干掉了 然后它另外一片就梳掌开来 然后呢 这一片呢 今天晚上就会掉落 然后另外一片呢 它就会梳掌开来 所以我们知道芭跟椒 其实它都有枯萎的一种 现象跟情况的感觉 所以这个植物它的命名呢 都有其 有它的根源的 好 那我在擦完这个 这个芭蕉之后呢 我加上一支的椒叶 加上一个椒叶 好 因为这个比例蛮高的 而且再加上整个 重量也很重 所以我稍微用力一点点把它插上去 好 那各位可以看到呢 在炎炎夏日 我们常常想说 焦下好乘凉 然后在古人呢 也有很多关于芭蕉的诗 说隔窗之有雨 那芭蕉先有声 就是当要下雨之前呢 我们就会发觉 那个芭蕉的风 会随着那个风吹动 然后雨稍微的一点点飘落 也会听到 就是雨声 所以很多人说呢 就是 种芭蕉 主要是留得听这个雨声 好 那各位阿华菩萨可以看到 接下来呢 我用了一支的 同样色彩的 就是有一点点黄绿色的这个 蓝花来做它的下段 做它的下段 就是运用这个夏天呢 这个特殊的这个芭蕉 然后也应用这个色彩 去构涂 构出这个非常清爽的 颜色的一种美感 好 那我在芭蕉的下段呢 加一点点的这个 杜鹃 杜鹃的一些叶子 那我们常常提到就是说呢 因为季节有阴阳的一个 叶子的变化 也就是在夏天呢 虽然天气很热 但是呢 地气呢 它是属阴的 所以呢 这个时候所有 草本的植物 就会长得很好 那相反的 木本的植物呢 就会长得比较不好 这个时候 那我们就 这个在我们的叉花里面呢 我们就会在 夏天的时候呢 在下段的地方呢 大部分种的都是 大部分会以擦 木本为主 然后在上段呢 就以草本为主 也在 学习擦花的过程中 去感受植物的 生态的变化 那也感受到 阴阳的 大自然阴阳的一种 节奏的感觉 所以我现在呢 把杜鹃呢 擦在下段的地方 那当然我们也知道 因为杜鹃花呢 这个花材它也是属于 比较低癌的一种灌木 那它一般来讲 在我们 在 在我们台湾呢 它是不会长得很高的 所以我们把 杜鹃做它下段的 这个部分 做它的下段的这个部分 好 那 那 我们知道呢 我们在擦花的时候 我们常常可以 一边擦水井 那一边擦 就是能够在一个盘中 创造出 有水路的感觉 一边是在 比如说我现在 把芭蕉的这个地方呢 把它想像在岸边的感觉 那在岸边种芭蕉 然后 另外这一边呢 就是水井的感觉 所以我在这一边呢 我应用 水深的植物来擦作 好 那各位阿伯萨可以看到 我接下来 用的是这个 山树叶 本来我想应用一些 鱼叶来做 跟 煮花海鱼做一些搭配 但是呢 有时候我们 也可以应用山树 因为山树的 起得比较容易 而且山树这个花材呢 它也很耐 然后各位阿伯萨可以看到呢 我把山树的叶子呢 稍微的 因为这个是刚刚长出来的 一些新生的叶子 所以它的叶脉比较硬 然后我把它稍微的折一下下 折一下下 然后它就会产生一些 叶子的一个 变化跟空间的一个感觉 好 那我把这个叶子呢 就是让它 稍微的卷一下下 那各位阿伯萨可以看到 像这一片 它整个叶子呢 它就会形成这样子 就很有生意 那生意盎然的一个感觉 然后我再做一片 那你就把 植物的那个疏卷度 跟它的那个生态呢 就可以做很好的一个表现 好 我把这一片也插下去 好 然后这个尾端呢 我把它微微的回转一下下 好 那我一边在插这个 山树的过程中呢 我也加上这个海鱼 加上海鱼 就是让它有一点点 这边有一点水井的感觉 好 那我再加一次的海鱼 好 那我再用一片 比较尾端的叶子 尾端的叶子 好 然后我们把叶脉 稍微修一下下 让它的枝脚呢 感觉上 比较集中 而且有一点点 好像同一种 升起的一种感觉 好 然后我们让这些叶子呢 有产生出一些 一种舒展自如的一种 神韵跟感觉 好 然后我把这个叶片呢 稍微修一下下 就会形成这边有一点点 像我们所谓的平铺的花形 那我们过去再介绍 我们的中华画艺的花形 我们说它有六大花形 那这六大花形呢 是按照史枝的倾斜度来分类 当我们的史枝呢 它是在零到三十度的时候 我们称为直立形 然后如果是三十到六十度的时候 我们称为倾斜形 那六十到九十度 我们称为平粗形 然后它有一个代表的水井的 我们称为平铺形 那各位阿阿菩萨可以看到 我应用的 目前应用的四片的叶子 加两只的海鱼 去构出一个这样的一个图形 那我希望呢 我再加一片的小叶子 让它 这个五片的叶子 之间有点舒展开合的感觉 来表现这边水井的一种自然的一个生态 那我们常常说呢 花好在颜色 那花妙在精神 我们说花好在颜色 那颜色可仿效 那花妙在精神 精神的墨照 所以我们有时候在插这个 一个这个 花的过程中 就会发觉呢 其实怎么样的 很用心的去掌握植物的精神 把它最美的这个风貌 把它展现出来 那也是在训练一个喜花者 或者我们爱花的人呢 它在跟自然之间 跟植物之间做互动的时候 一颗细腻敏锐的心 所以玄花呢 当然我们常常都说是 一开始都为了要 让自己有一个美美的一个环境 然后呢 接下来我们就是希望呢 藉由在花中呢 能够一窥花草植物的一个 空间跟世界 然后你在窥探这个植物的空间 跟世界的过程中呢 你就会在无形中 一直训练自己 有一颗很灵敏的心 所以在大日经里面也讲说呢 接触草木 可以也是可以掌揚一个人的慈悲心 那各位阿华菩萨可以看到 我现在应用这个山树叶 跟海鱼粮朵 有点点接近平铺的花形的感觉 那我现在呢应用碎莲呢 再把这个下段呢做一些铺排 好 那各位阿华菩萨可以看到呢 我可以让它展现出 在这一个大自然中呢 除了岸边的这一些 岸边的这一些 芭蕉呢 长得很好之外呢 然后呢 旁边的这个海鱼呢 也欣欣向隆 那除此之外呢 就是 还有一些碎莲呢 它是在这个 大自然的这个 在这个池塘中呢 它也正在展现它的生意 那展现它的生机 那我在放这个碎莲的过程中 那我在放这个碎莲的过程中 也适当的把这一些 剑山呢做一些修饰 那各位阿华菩萨可以看到 我现在应用这个碎莲 然后让它从两株一边 交错应用过去 那我们就会发觉到呢 这件作品呢 除了海鱼的这个 水生植物之外 又多了碎莲 多了碎莲 这样的一个 曲曲的生活 那除此之外呢 你在一边插画中 一边又跟水 可以做一个很 很close的一个接近 那又是一种非常好的 当下的一种享受 然后你又可以静下心来 因为在不管任何时候 我想现在在整个 这么繁忙的时代 跟社会中呢 我们就会感受到 每个人都非常的 压力非常的大 那怎么样 我们怎么样借由在日常中呢 去学习一样的一个 记忆 一样的记忆 尤其是传统文化的这个记忆 它除了可以让你有一个独特的技术之外呢 你可以借由这些 这些记忆呢 也能够接触到古典的一些文化 那除了学佛之外 那我们也能够有一个 属于自己非常 专专业的一个美好的记忆 那又能够以花共佛 像我就发觉好多 来找我学习插花的 或我身边跟我一起学花的这些同学呢 他们都会有一个共同的一个愿力 跟理想 我有些学生甚至都是发愿 就是这一生呢 都能够以花共佛 能够把学到的所有插花美好的技巧 都用来共佛 好 那各位阿富萨可以看到呢 我在下段呢 因为剑衫的这个剑衫比较大 因为如果我没有用一个比较大的剑衫的话 会这个花呢 就是它是要固定这根那个芭蕉 是固定不起来的 因为芭蕉它很很很粗 所以需要大的剑衫来固定它 但是当你用一个大剑衫的时候 你就会发觉到它下段的空白处 这种变速特别的多 那怎么样去把剑衫做一个很好的修饰呢 那我就应用这些薄跟一些小花小草 就好像生长在芭蕉树下的一些小花小草一样 那去修饰这个整个剑衫的这个空间 好 所以形成了这一个 以直立跟平铺形插出来的这一个 夏天的一个斜径插花 好那接下来第二件作品呢 各位爱画菩萨可以看到在我前面 有一个非常精美的 然后在古典中又带有现代感的一个花器 那这个花器呢它是一个铜器 一个铜的花器 那这个铜器呢 它跟一般的铜器之间会有一个小小的不同 就是它的色彩上 在过去的很多的铜器都是有一种 有一种泛的绿袖的那个感觉 那这个铜器本身 它有各种的色彩的一个变化 所以在它的从平的平唇一直到平身呢 都很特别 然后它在整个平身的这个中段呢 设计了一圈的这个双绒的这种图腾 在两周 所以这个花器呢 看起来就觉得 在古典中有现代 那现代中又有古典 而且它的两个环 它的花器的两边的两个圆 很自然而然的圈了两个圈 但是都可以感受隐隐约约 还是有一种熔缝的那种图腾的感觉 所以这个花器呢 它本身是很特别 而且很有喜气的一个花器 好 那我想借由这个花器来擦这个南天竹 因为这个花器本身呈现的色彩是红色的 那南天竹呢它是比较偏绿色的 那整个色系上的这种协调感跟调和感呢 就会蛮特别的 本来我蛮希望它让它有点点清闲型的 因为有时候我们是常常会把我们的那个 南天竹大部分都是以直立型来插座 那直立型插座有一个好处就是 表现南天竹的这个值的一种感觉 那清闲型有一个好处就是 它能够展现叶片的一种美感 所以各有其趣 那我现在呢 因为这个南天竹放进去的时候 它常常都会动来动去的 所以我现在呢 先做一个小小的横格纱 帮它做一个定枝 那这位Apple纱可以看到呢 我现在用了一个这样的一个纱 然后我把它放在这个地方 然后我在这个地方呢 用橡皮筋把它圈绕一下下 圈绕一下下 然后给大家稍微看一下 我把它这样子 把它绕一下 好就是应用这个 一个横格的木头的枝干 然后把它圈绕一下下 那我圈绕一下下之后 我再给它放进去 放进去让它再躺开 躺开 那这样子的话呢 它就不会摇摇晃晃的 所以各位Apple纱可以看到 我现在放进去之后呢 它就不会晃动得太厉害了 好那我这支有一点借在 大概倾斜的这个角度来运用它 好那在用完了这一个 这个南天竹之后呢 然后我加一些红色的这个樱桃果 红色的樱桃果 来做它的这个下段 好那我在这个下段的地方呢 我把这个樱桃果 让它作为中段的这个部分 搭配的这个 南天竹的绿 然后樱桃果的红 彼此之间所构图出来的一个感觉 好然后我在这里面呢 我放上一些些绿色的植物 绿色的薄 好比如说放一些绿色的薄 然后去把这个瓶口做一个收 收瓶口的感觉 好再放一下下 好然后我把这个瓶口呢 放一点点这个薄枝 好那在这个过程中 我也同时做一些修剪 好那其实南天竹是一个 非常吉祥的一个画材 一个吉祥的画材 就是我们说过南天竹第一个 因为它会节制 所以它象征的一种多子多孙 然后也象征子孙的一种绵延跟传承 我现在因为有些因缘到 就是中国大陆去做一些教学 那我觉得这个南天竹的花材 是不管是台湾或者日本 甚至是美国 或者是中国大陆 都很多很好取得的花材 因为有些地方 它没有那么多的木本的花材 那南天竹却是每个地方都能够 都能够用得上的一个 就是比较容易取得的一个花材 但是我在教学的过程中呢 曾经有过一个这样的一个经历 其实南天竹呢 它在日本是非常吉祥的一个象征 日本人呢 会在家人的门口呢 都种上南天竹 因为他们觉得南天竹 像就是他能够让你 他有这样的一个歇音寒意 就是说你每天的出门呢 能够让你避过很多的灾难 他就有一个这样的寒意 而且南天竹因为一年四季色彩的变化不同 就是说他会随着季节的变化 然后会有各种颜色 比如说在春天发芽 然后夏天那个翠绿的颜色 那到了秋天就会变成橘色 那冬天变成红色 所以他一年四季呢 色彩的变化非常的大 所以日本人非常的喜欢他 那过去我自己在学日本花道的时候 也非常的喜欢南天竹 那在中国的叉化里 中华花艺里面 我们也很喜欢南天竹 因为他有着很吉祥的一个寒意跟象征 那在古画中呢 我们也常常可以看到 会画到这样的一个花材 但是我最近有一年到大陆去教学呢 我有一个学生呢 就叉了这个南天竹 然后回家以后他就叉在家里 第二天他来上课 他就跟我说 老师我昨天插了这个花回去 被我妈妈骂 那我就问他说 为什么妈妈会骂你呢 他说因为我的妈妈说呢 这个花是过去 就是他们在当地的习惯 就是一个王者 就是一个王者 他们往生的时候要握在手中的一个植物 那我就跟他说呢 其实他们可能对于就是说 一个王者手中又握的这个植物 就觉得他是不吉祥的一个象征 但是我就跟他讲说呢 其实你想如果是你的亲人 那这个王者呢 他要离开这个世界 然后我们让他手中握的东西 一般都是最吉祥的 那有钱人他手中会握玉珠 但是一般人的话呢 我们没有那么富有 那我们可能就会找一样好的东西 让他握在手里 那其实南天主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寒意 我觉得他本身的象征寒意很好 就是多子多孙 而且让你可以避开灾难 但是一般人他就会不去注意这个重点 那可能就觉得说是给一个 往生的人要握的东西都是不吉祥的 其实我跟他说 你应该改变一下 其实这个应该是最吉祥的东西 最好的东西才会让一个 这个王者握在手里 那应该是很好的象征 所以每个地方的习俗会有一些不一样 那也会产生出不同的 对花草植物的一个情节 不过这个还需要慢慢的加以时日 才能够慢慢的去改变这样的一个想法 大家有机会到日本去会发觉 日本几乎家家户户 他的门口都会种上南天主 那我们现在把这件作品给做出来了 那期待这样的美好的 能够脆绿的很清绿的这个色彩 那带给你无尽的喜悦 那愿赐香花 片满十方 供养山宝 护华荣天 普勋众生 共入佛字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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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